站住 怎么又是你啊 是啊 麻烦你通知一下 于明阳先生 他不在 他去哪了 美国回来的专家去哪 还要向你汇报啊 走 可是这东西 他急着要用啊 哪来那么多废话 好 好 你是共产党吗 我不是 你是困了 你现在需要一张床 一张洁白的 柔软的 蓬锁的大床 还有枕头 没有人会打扰你 你可以好好睡到明天天亮 屋里头又止 还有完全不会打扰你 休息的轻衣月 窗户开着一点 微风 轻轻的吹了进来 你会把你的想法都告诉我 你不会撒我 从你童年开始 你就希望你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 你会把你的想法都告诉我 你会说出来 我来问你 你叫什么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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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明阳 宇明阳 你是 共产党吗 你是共产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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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们一起ăng涉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我给你 柔和我们 也有那么多 他需要 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 他要 余同志 你醒了 来 喝点水 不用 这是哪儿啊 你们是谁 余同志 我们受南京地下党组织委派 来救你的 你们 你们是共产党 余同志 快走吧 现在情况很紧急 我们要马上送你过江啊 快点快点吧 等会儿 我的眼镜 别动 把手举下来 余同志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是你的同志 举下来你们两个 我们真是来救你的呀 真是共产党吗 当然 我们是南京党组织第二支部 我们真是来救你的 好 你们真的是共产党 好 我上次就让你们跑了 这次你们又来 说 说 你们到底是谁 我们真是来救你的 到底是谁你们 我们真是来救你的 任 任 他将 是吧 大 这 这怎么回事啊 真是废物 我回来不到半个月 被抓起来两次 这第一次是共产党也就罢了 可是这次是咱们自己人哪 谭自良 不信任我干吗让我回来呀 罗处长 你们要是不欢迎我可以让我回去吗 我可以回美国呀 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呢 说呀 于先生 真不是不欢迎你 这件事情纯粹是一个误会 误会 你们把我抓起来 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是误会呀 你们换人轮番的审问我是误会吗 我命大我能活到今天 那明天呢 后天呢 谭自良 你能保证我的安全吗 保证不了不要紧 我不为难你们 你们打个报告让我回美国就好了吗 我本来是一腔热血的回国呀 可却遭到如此的待遇 你们 先生 真是天地良心 这件事情是谁下的命令我不知道 为什么事情会弄到这个局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天地良心 罗处长 你是保密局的一个堂堂处长 你不知情啊 啊 这谭自良你肯定也不知道了 啊 我这么一个大活人失踪了这么多天 你们都不知道 那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个地方还能待下去吗 罗处长 于先生可是蒋委员长亲自请回来的军事专家 江方成败 都在他一个人身上 你懂不懂 你们保密局一天到晚都在搞什么 气上埋下 连我都瞒得死死的 你们居心何在呀 谭司令 于先生 天网计划是由毛局长亲自部署的 很多事情连我都不知内情 给于先生带来这些不便 却不是美惠本意 我们是军人 搞不来保密局那一趟 你们怎么行事 不在我管辖范围 要是耽误了江房大计 我看你们有几个脑袋担当这个责任 于先生 您先消消气 我消消气 要是您您消得了吗 是是是 于先生 我这就回去调查 也一定会给于先生一个交代 也希望于先生能看在 旧日相识的情分上 给美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于明慧不知道自己这场将计旧计的戏 演的是否滴水不漏 也不知道罗美惠是否因此而彻底地相信他 更不知道罗美惠所说的旧日情分的任何细节 他清楚自己在演戏 但罗美惠的身份究竟是演员还是台下清醒的观众 此刻心里根本没有底 赵老板 于先生 哎呀 你终于来了 于先生 你的皮货早给你准备好了 就等你来去 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被保密局关了三天 出了什么事 没事 已经摆平了 你急死我了你 我跟你说啊 罗美惠肯定怀疑我 到底怎么样了 你们查没查清楚 他跟我哥哥到底什么关系啊 查到了 你哥哥和罗美惠是在十年前 一个军统特训班认识的 当年你哥哥是教官 罗美惠是学员 似乎他们俩关系很近 但是特训班三个月结束了 后来你哥哥去了美国 罗美惠啊 参加了你哥哥那天晚上送行的宴会 完了 完了 就这么多啊 是啊 那什么 什么叫似乎很近啊 那罗美惠没事 就找我虚救 我 我按照你跟我说的 我跟他说 我怎么跟他虚救啊 我什么也说不了啊 我只能装失忆一天到晚 官方的资料只能记履历 不可能记他们两个详细的接触材料啊 那不会不查官方资料啊 那 你通过别的途径查一查呀 可这需要时间呢 我不管 赶紧想办法查 查查能虚救的资料 我 当初是你敢压得上架的 对不对 现在你不管我哪成啊 还有啊 军事防御资料 你也得帮我找找 越多越好 嗯 我知道了 老赵我跟你说 我要办一物 我 我走了 东西 我 賣花了賣花了 賣花了 賣花了 賣東西了 賣花了 快走 快走 走 發生了 這怎麼回事啊 大哥讓他 大哥 別看了快走啊 快走 走走走 快走 僅僅不到一分鐘的距離 要和自己接頭的同志 就這樣 死在自己的面前 寒露想哭 只能生生忍著 也許這位同志的犧牲 是要保護 就要出現在那裡的自己 寒露現在已經顧不得 自己的危險 他所擔心的是 沒有足夠的時間去通知 應該撤退的同志 這是最近的距離 卻也是最遠的距離 他知道 對於寒露來說 余明輝已經犧牲了 一切都來得那麼突然 沒有時間說再見 沒有機會說保重 但他相信 終有一天 他會重新回到他的身邊 退票 對不起 船已經開走了 退不了了 是住在中山中路的鄭先生 讓我過來退票的 什麼時候買的 朋友轉給我的 什麼時候買的 建議 什麼時候買的 什麼時候買的 驅李 什麼時候買的 怎麼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谁啊 是吴先生家吗 谁啊 小姐您放心 我们这的衣服都货真价实 在我们这买衣服的都是些老顾客 我听一个住在中山中路姓郑的朋友说 您这的衣服是可以退换货的是吗 小姐 请问您是郑先生的什么人 表妹 我姓韦 同志 你好 狗猪卷 停止一切活动 是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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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座 我要给江北混江龙发封电报 让他立即查清 供党派到福建卧龙山 执行任务的人的身份 和年纪性命 你记住 我和混江龙之间的一些来往 绝对是绝密的 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 包括毛局长 交电报还和往常一样 一定要你单独亲自交给我 明白吗 是 出座 于先生 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 你这一回来 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你给我讲吧 好 他来了 于先生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江坊司令部的作战处长李常伟先生 我们的军事专家 负责江坊设计和修筑 李书长您好 我是于明昂 听说你也是专家 我来主要是学习的 你也别谦虚 我这人呢说话直 能习惯的你就在这干 不能习惯的你就换一个地方 那是自然 不过你那个资料我也看了 有点商榷 很多地方呢我不赞同 不过也很自然 你也是在美国 对这边的实际情况你不了解 暗宝大部分建在地岸上 贪图主要以明保为主 这样可以形成火力网 交叉覆盖整个江面 可以给敌人沉重的打击 李参长 你怎么看 我觉得很好 很好吧 当然了 如果要调换过来会更好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能不能把这个暗宝 修在滩土上 明保修在地岸上 你这是狗屁不通 你知道吗 这江滩的土质这么疏松 怎么建暗宝 你告诉我怎么建 李处长 你先别着急 江坊这种事情 我觉得你能想到的 共军一样也能想到 咱们只有不按常理出牌 才能齐开得胜 这个想法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于先生这个意见很重要 我们会认真研究考虑的 当然了 我这只是意见 如果要定夺的话 要等要塞司令前来定夺 自从鲁安邦去世之后 要塞司令的位置一直空缺 新的人选还在筛选中 因为这个位置十分重要 必须由蒋委员长最后决策 所以迟迟没有着落 没有司令官 这个拿主意的事 还望于先生能理解呀 我非常理解 我不知道这个人选 罗司令心里边 是不是有什么人了 我们正在斟酌 不过从技术上 我最信任李处长 如果再加上您 于先生 这江坊系统 就是铜墙铁壁了 是 还是希望上面 尽早的定夺下来 我们呢 也好尽快地展开工作 韩司令 韩司令 受罗处长之命 特地带于先生 新任的副官张小龙 前来报到 备知张小龙 前来报到 好 余明慧深知 李长伟才是 真正的专业人才 有这样的一个人在 他这个冒牌货 迟早会露馅的 唯一的处理 是找一个 不懂技术的人 来充当要塞司令官 这样 自己才能浑水摸鱼 可是 找谁呢 报告 进来 于先生 您的信 我的信 给 是你女朋友来的吧 对 于先生 您女朋友 是不是高皮良 蓝眼睛的外国妞 她呀 黄皮肤 黑头发 黑眼珠 跟你一样 华人 跟我一样 好 没什么事 你去吧 是 亲爱的 咱们分离已经有些日子了 我翘首期盼你的来信 日复一日 你竟然杳无音信 看来你真的是把我忘了 不会是黄鹤一去不分的吗 你呀 脑子里只有你的挡过 一个又一个的麻烦 接踵而至 于明辉 根本无暇分心 但秋蛮里的心 又不得不回 如何让所有的环节 都滴水不漏 成了于明辉 最需要适应的事情 出座 江北昏江龙来电 赴福建卧龙山执行任务者 于明辉 此人系共产党侦察队长 于明辉 给我 你出去吧 是 可已 回 你 有人 有学习 没有 回去 不要 回 Evian 自己 楚总 按照您的吩咐 我已经查过于明昂的弟弟 于明辉的情况了 他们曾救赌于 中央陆军军官学院 各个成绩优秀 但弟弟不学武术 就知道武强弄棒 打上教官之后 前逃出走 至今没有任何消息 不是没有消息 是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消息 惊天动地 辈子不见 那个于明辉 现在是共党敌工部 侦察队队长 之前去卧龙山 劫持我们尊贵军事专家的人 就是他 弟弟策反哥哥 是啊 这些重要的情报 我们至今都还没有了解到 王队长 我看你的工作 得加把劲了 是 进尊处做教诲 其他情况呢 还了解到什么 哦 他们在军官学院的时候 教官是 康大光 康大光 是 就是那个只知道巴结汤司令 然后什么也不干的那个康大光 是 他现在是金护航警备司令部 军情处处长 行了 看来我们得单独拜访拜访他了 报告 进来 坐坐 罗处长来了 康处长 请 请坐 请坐 罗处长 真是大驾光临啊 你们军统的人 好像跟我打交道不多呀 我们也是奉上级领导的要求 过来了解一些情况 多有打扰 还希望康处长海涵 哪里哪里 罗处长 你太客气了 有什么需要问的 尽管问好了 我康某人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就谢谢了 是这样的 我们想了解一下 陆军军官学校 一些学员的情况 还希望 康处长能够据实相告 罗处长 我康某人 一生轻正连结 从没有收受过学员的 钱款礼物啊 您误会了 我只是想了解一些 学员之间的情况 并无他意 是要打听 学员的情况 没问题 想问谁 尽管问吧 当时有一队兄弟 哥哥叫于明阳 弟弟叫 你是问于明阳 于明辉两兄弟吗 要是问别的人嘛 我还得回忆回忆 琢磨琢磨 这两个人我太熟悉了 你说说 一母所生 有龙有虫 有虎有蜀啊 哥哥明阳 学习上进 为人谦和 那个弟弟 那明辉就是个魂族 一提起他我就生气 你说说 一母所生的 孪生兄弟 怎么性情这么不相同呢 康处长刚才说的 孪生兄弟 你是说他俩 是孪生兄弟吗 对啊 这两兄弟 当年在我的军校 很出名的 既然是孪生兄弟 想必模样 也难以辨认 乍一看 一模一样 可是我对他们两个人 毕竟太熟悉了 而且他们两个的性格 又不大相同 一文一武 大相径庭 我一眼看上去 就知道谁是兄 谁是弟 怎么 对这个 你们保密局 你也感兴趣啊 我们只是 对他们是 孪生兄弟的事情 觉得好奇而已 那后来 他那个弟弟 又去哪了呢 你要是提起此人 我就一肚子气 这个家伙 老是跟我顶牛 对着干 最后发展到 拳脚相加 甚至还送上了 军事法庭 给关起来了 关起来期间 听说逃跑了 还投办了什么 新四军 再往后 这我就没有什么消息了 那你跟于明阳 还有联系吗 明阳啊 成绩优异 终于党国 毕业之后 给送到美国西典军校 去上学了 这自此之后 也就没有什么联络了 康处长可能有所不知 这个于明阳 现在已经回国了 为党国效力 此人现在就在南京 是吗 这是好事啊 这个于明阳啊 可是我最得意的学生 也是我康某人的骄傲 这我抽空的 去看看他去 啊 来了 稍等啊 明阳 认得出老朽吗 康教官 还真认得出来呀 看来老朽还不算太老 欣慰 很欣慰 康教官 请进 康教官 您何出此言啊 学生怎么敢不认识您呢 请坐 您稍等 我给您沏茶去 好 还是老样子 一点也没变 待人谦和 为人忠厚 一点也不像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 康老师 您怎么突然间想起我那个弟弟来了 我没别的意思 这要不是因为你的弟弟 我还不知道你回来了 老师 此话怎讲啊 不 这保密局也不知怎么了 上我那儿去调查你们哥俩的情况 这我才知道你回来了嘛 保密局上您那儿去调查我们哥俩的情况 调查什么 你也知道 这帮保密局的人呢 干什么事都是神神秘秘的 明雅 你回来之后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啊 我的职务还没有定下来 要等要塞司令的人选定下来之后 才确定我的职务 老师 您在什么地方高就啊 时运不济啊 我在警备司令部当了一个小小的军情处长 那 那实在是屈才了 不是谁都有罗安邦那样的运气啊 你看看 要塞司令这样的肥群在他手上 谁想到 早早地为国捐躯了 可惜了啦 老师 您对这个要塞司令有兴趣 我 我是随便说说 随便说说 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推荐呢 哦 你看 学生刚从美国回来 如果推荐您的话 应该是有一些力度的 而且如果您上面有什么人的话 也可以跟学生讲啊 哦 哦 那就劳烦你大驾啦 这事要能成了 咱们师生就可以共图大业啦 好 好 考虑的怎么样了 吴先生 你只有半只眼的时间了 我带着个孩子怎么样了 放心 他们都好好的 只要您点点头 我马上安排你们团聚 我马上安排自己的 我马上就能赶快 去过亲自来的 那时候 我《掌握这么多钱》 也只能不能够 看出你自己的 陆军军官学院教官 所授即防御专业 卑职认为 特别合适担任 报告 进来 蔡总 于兄 王队长 那个我们罗处长 一直想来看望你 今天正好的国防部办事 顺道 Mr.Yu I can't buy without previous notice I hope you don't mind Chief Law Why are you talking like this You make this place live like it's Christmas day Have a seat Chief Law please have a seat It's hard to get used to life conditions here When you come back So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Or need help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进 罗处长的英语 真的是很标准 没关系 这儿我觉得挺好 回国呢 就是为了为国效力 而不是为了享福的 至于英文嘛 我也是班门弄府 其实我说两句英文 也是为了想跟你对对话 回忆一下当年 在异国生活的那些感受 我们先不说这个了 对了 这次我和王队长过来 除了看望你 我们主要是 还想了解一下 一些事情的情况 什么情况 关于这次 你在卧龙山基地 被劫持一事 尚风非常重视 他则令我们查清此事 以肃清 潜入卧龙山基地的 那些共党分子 罗处长 你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就是劫持你的 那个共党分子 他有什么特征 身上有什么让人 印象很深刻的东西 怎么解释 自己和哥哥的过去 对于保密局 根本不是密 可是他们到底知道多少呢 他们不知道的 又是什么 这场博弈 已经到了 最关键的时刻 于兄 不会是有什么 拿言之隐吧 于先生 你要知道 我们只有从你身上 才可以搞清楚 这个共党分子的情况 由此查到共党内部 顺藤摸瓜 知道他是哪个部分的 所以我们希望 你能配合我们 这个人 是我的弟弟 弟弟 你还有一个弟弟在国内 对 轮生弟弟 他叫于明辉 是共党华野的侦察队大队长 其实 他是想策反我 但是被我拒绝了 最后 他把我绑架了 可是 当时你跟王队长说 你并不认识他 我现在 我现在只有这么一个亲人 就是我这个弟弟 我 怎么讲 我眼睁睁地看着 我这个弟弟 惨死在我的枪口下面 是 我们两个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亲人 是我唯一的亲人 我眼睁睁地看着 他死在那 我 我真的 怎么讲 我 我真的无法用语言 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离开祖国已经12年了 我在美国一个人生活了12年 而我这个弟弟 是我临走的时候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想让我跟他一起投靠共产党 我拒绝了他 我当时把那封信 我 我原封不动地退还给了他 12年 12年没有他的消息 这次我回来 说实话 我 我真的想看看他 但是我不敢找他 因为我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 我怕对我本人造成麻烦 可是没想到的是 他找到我了 他是共产 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我们相居的那一刻 就是我们哥俩分开的一刻 命吧 这可能就是命 上天就这么安排的 于先生经历如此大悲大难 完全是为了党国 为了三民主义 还请节哀顺变 再说了 令帝忤逆正义 投奔了共匪 而且是他绑架你在线的 是 是 我的信仰不会变的 我回国是为了报效党国 我回来是为了维护民主自由之精神 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 现在我一个人了 我也了无牵挂了 我有一个请求 请求罗树长 还有王队长 你们两个能够尽快地剿灭共谍分子 能让我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书生 安心地为党国尽一分力 于先生言重了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答应你 我们一定会给你营造一个很好的环境 能让你这边为江坊事业大展宏图 好 那我就在这儿先谢谢了 您客气了 那就不打扰于兄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 请尽管吩咐 而且 我也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王队长对不起 让你们见效了 那好 告辞了 好 慢走 于先生请留步 我最近公务比较繁忙 我还希望有空的时候 能到你这边来 讨论一下军事上的问题 不知道你欢迎吗 我当然欢迎了 其实 我挺希望你来找我的 因为我每次见到你 都会觉得时光倒转 可惜啊 我们都回不去从前了 难道你想起了什么吗 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 麻烦转告于先生 中午十二点 在玄武湖绿岛酒店 不见不散 谢谢 太太 回来了 打了一球麻将 辛苦 怎么样 赢钱了吧 伯爽 打听出什么情况来没有啊 唐司令太太说 这个职位可是香薄薄 很多人去争呢 听说啊 现在的人选 只有你和江房司令部的李常伟 为了定人选 汤司令还和谭公达起了争执呢 谭公达 这个老王八蛋 我又没跑过他家的祖坟 怎么总是坏我的好事 你的能力就是不如人家嘛 要不是汤司令撑着 你呀早就没戏了 我说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 长别人家的稚气 灭自己家的威坊 我老康研究的就是军事预防 现在教出的学生都是军事专家了 我来当这个要塞司令 那是正宗 你呀就吹吧你呀 对了 你刚刚说的那个军事专家还真有用 听说老爷子发话了 他说要国防部去征询江房专家的意见 然后再做定夺呢 我今天中午去见我的学生于明阳 他的意见嘛 报告 进来 出座 鸭子张嘴了 妈妈 我怕 别怕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朋友的吗 是 去找个女特勤过来 给她换身衣服洗个脸 顺便拿点吃的 好 我马上去办 小朋友 别害怕啊 一会儿就给你送吃的过来 出来 这条鞋 你要单独跟下去 凡是参与行动的人也只执行 别多说 这件事情 只限于已经知道的人 对于其他任何人 一定要封锁消息 以免出现什么问题 明白吗 您是说 对任何人都不 对任何人 卑职明白 对不起啊 让你久等了 一切成长吗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要提醒你 电台信号已经被察觉了 报秘局的侦测车 你将大星宫一代 列为检测重点 你要格外小心 尽其尽量不要再收法报 一旦被他们发现信号源 你就危险了 你是老人 这一点我就不用多说了 可是我不收法报 上去指示怎么接 咱们的星宝怎么传出去 这 这我在这儿还有什么意义啊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小心 检测车天天在大星宫去与转摇 一不小心就被他们抓住信号 到时候 就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你 卖花儿 卖花儿 卖花儿了 这块不错 卖花儿了 都来说 还剩花儿吧 谢谢 我听说 报秘局这个电台侦测车 是美国进口的新科技 逼狗鼻子还灵 难道我们就没有什么办法对付吗 唯一的办法 就是尽量缩短发报时间 大时间长 最近报秘局的手伸得越来越长 我的压力也很大 我知道了 莫名 于先生 怎么这么巧 你也来吃饭 老赵 那是火鱼吧 你有什么事 康大光在楼上请我吃饭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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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是不是 亏你还是侦察队长 不是说好你和他之间 我们都单独联系吗 怎么连这规矩都不懂啊 这不是正巧碰上了吗 我好奇 我看看 行了 老赵 别跟我提什么规矩了 我 我整天戴他们眼镜 咬文嚼字了 我就够烦的了 你整天还跟我提什么规矩规矩 你以为就你忙啊 整个江北都没闲着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 上去专门成立一个军事组和情报组 几十个人围着你团团转 是 你回去给他们捎个话 就说同志们辛苦了 对了 我现在要一个 我哥在西点军校所有的经理 还有啊 就是他同学的名单 越详续也好 还有就是 他在军统培训班的时候 他到底教过多少学员 这个资料我也得要 还有什么要求 还有就是 武器装备 还有军事防御的材料 越多越好 越详续也好 江防司令部有一个叫李长伟的 他经常跟我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 这个人是个真正的军事专家 我在他面前已经漏过好几回歉了 明白了 这是上级给你的新知识 迅速取得炮位部署情况 你怎么搞的 这是上级给你的知识 你是不能搭着我的面宣读的 组织上的纪律你都不懂啊 老赵 我不信你我还信谁啊 行了 就别跟我提什么纪律了 上级让我赶紧获得炮位部署图 我就说了 我看你能怎么着 拿完这个图我就能回去了吧 不行 江防部署方案 确切地说分三大部分 炮位部署图 兵力部署图 和后勤补给路线图 三大部分组成 这么复杂啊 上级要求你 首先尽快拿到 敌人的炮位位置分不途 因为有了这个 握军毒降师后 就可以选择薄弱环节 作为突破狗 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知道了 我尽全力想办法吧 好 那你去吧 我再待会儿 去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知道 你真捡我走啊 走了 慢走啊 慢走 先生里边请 明影了 康老师 学生因事来晚一步 实在是抱歉啊 绵阳 别老是长老是短的 来来来 坐坐坐 我可一直把你 当兄弟看待 以后啊 就叫我大哥好了 这可不敢当 俗话说得好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俗 我有那么老吗 绵阳 你该不是 嫌弃老朽吧 我真的没那意思 我是说 我如果任您 做大哥了 那是我的荣幸 好 我刚才 已经点了几个菜了 都是您以前 喜欢吃的 不知道你留学 美国之后 口味改了没有 来 你先选几个菜 这个菜单 我就不看了 康老师 苏 叫大哥 大哥 您知道我 我这个人念旧 您点什么 我就吃什么 好 那就好 来啊 上菜 这 怎么啦 这些个党国的败类 三民主义的大业 就是毁在他们的手里 好好说话 还不是姓汤的那些无能之辈 江坊要塞 是长江防线的咽喉 地位举足轻重 只管这里的 居然是一个草包 怎么访 你说怎么访 还有我配合他 康大光只是传说 事情没定之前 不用这么悲观 事情还没有定论呢 这个邀三司令 我当不了 你要推荐我 那我就辞职 不过 你要让康大光干 这事 我配合不了 会上何长官已经决定 将此事上报伪座 由老头子签订 伪座明察秋侯 应该有一个明智准确的选择 司令 你糊涂啊 如果伪尊佑人 不必心疏的话 那党国的命运 不会到今天这步田地 你说的这件什么话 实话 我说的就是实话 我说的话 我到哪都敢说 绵阳啊 早年间 我们做师生的时候 维兄为你弟弟 做过一些过分的事情 也希望你 不计前嫌啊 康老师 过去的事情 咱们就不要再提了 我那个弟弟 他不走正途 虽然我也痛心疾首 但是 实在是没有办法 当年您做的事 没有错的 您管教他 那是尽职尽责 来 我敬你 好 理解就好 说实话 要再司令一事 维兄 还望兄弟帮我一把 这件事情 我已经向上边举荐了 难道还有什么痴结吗 经你的推荐 尚风的确想让我出任 可是谭公达这个王八蛋 横插一杠子 他非提议让李常伟去担任 这 我老康的能力 你是了解的 这李常伟 他怎么能跟我比呢 你说是不是 是 那当然了 康老师无论是功是手 皆属于兄啊 论军事才华 更是无人能比 担任司令要塞一职 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好 知我者 明阳帝也 看来我是没认错你这个学生 不 兄弟 他哪知道咱哥俩的深情厚意呀 干 干 来兄弟 吃菜吃菜 老师 您吃 来 爸爸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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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板 恭喜团聚 那我就不打扰了 你们早点休息 吴老师 你可别忘了咱们的生意 回见 宝宝 来 儿子 快让宝宝好好看看 老婆 兄弟 大哥您慢点 今天喝得挺痛快 我说 先把我的兄弟开车送回去 回头再来接我 是 他大哥 我先走了 兄弟就听哥哥的话 大哥再见 小龙 这儿没什么事了 你先回去吧 您就没别的什么事了吧 没事 今天我这酒喝得有点多 没事 有事我叫你 行 那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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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坐坐坐坐 这大晚上的还折腾你大哥啊 怎么着 是不是没喝好啊 的确 今天没少喝 所以就睡不着觉找大哥来聊聊天 大哥也正想着你呢 据大哥所知啊 凡是晚上睡不着觉的人都是有心事 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大哥听听 那我就不瞒大哥了 我丢了一样东西 而且这东西 我觉得应该在大哥这儿 明杨兄弟啊 你到底丢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一张字条 落在您的车上 那个字条是生意上的一个朋友写给我的 生意上的朋友 的确是生意上的朋友 生意上的朋友关心火炮的秘密 他们家做的是火炮生意 专门制造火炮的零部件 火炮重新编配一次 他的生意就能翻一倍是不是 大哥 您是明白人 就不用我再多说了 但我只想告诉您的的确是朋友 而且我跟他之间是过命的交情 你跟我说了就不怕我说出去吗 小弟从美国回来 在这儿是无依无靠 我不相信大哥您 我还能相信谁啊 兄弟 有你这句话 从今往后 我们哥俩就是亲兄弟 大哥 什么也别说了 大哥对你和你生意上的朋友的事 不敢进去 我就告诉你一条 大哥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共产党 还有脑子比朽木还愚钝的一根筋 我平生最喜欢结交的就是生意人 大哥 我 行了 这个事到此打住 哥哥我今天晚上喝了不少的酒啊 脑袋瓜子晕得够呛 到明天早上 我今天说的话就都不记得了 对了 我那个司机最近身体不大好 我给了他一笔钱 让他回家了 大哥 司机的钱我买出 兄弟 这点小钱哥还拿得起 只要以后咱们哥俩绑在一起干 挣钱的机会多的是 大哥 以后您的事也就是兄弟我的事 好 吴先生 有什么能帮得上你吗 当着聪明人的面 不说胡的话我就直说了吧 我要讲条件 请说 每交易一个人 我要求 给我家黄瑜一根 另外 撤掉我家里的窃听器 还有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要求给我配一把枪 你这三个条件吧 第一条 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如果你交给我的人够级别的话 我在你本身的要求上面 再给你加一笔黄瑜 关于第二条嘛 今天晚上就把窃听器给撤了 是 至于这第三条 很抱歉 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你们怎么不为我考虑考虑 我跟着你们这么走下去 组织上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想要我的命啊 每天在我的家门外 除了你们 谁知道会不会有人用枪顶着我的脑袋 哪一天 哪一天去换消息的人 哪个不是情报 而手里拿的是枪 你们这一辈子 你就别想再见到我了 行了行了 吴先生 你烧安五躁 你先坐下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必须见我 久闻罗处长的大命 我就是想见见您本人 其次 我的条件 他们满足不了 这交易交易 所谓交易 就是交心换意 那我倒想知道 我的条件 你又能满足多少呢 我已经放出了情报 几天后 将便树林 会有你要的两块肥肉出现 好 如果这个任务完成好了 我答应你 我给你配枪 好 但愿罗处长 言而有限 一言为定 喝茶 喝茶 别跑 听为座审定 资任命康大光 为江门要塞司令官 任命于明阳 为参谋长兼总工程师 受少将钱 为了加强长江防御 各任命保密局行动二处处长 罗美慧 兼任江防司令部机要处处长 要塞隶属江防指挥部 这江防大业就要依靠各位 目前局势紧张 但只要各位能精诚合作 这长江天险 加上各位齐心协力 抵御共军的侵犯 我们对确保江南 是有坚定的信心的 各位 为了党国大业 三民主义 而奋进 卑职最感到奇怪的是 他们竟然让康大光 去任司令官 要塞隶属 江防指挥部 这康大光 怎么可能听谭公达的话呢 他完全是凭借于汤总司令 而平地高升的 而且从军事上来说 他也是受汤总司令的直接指挥 我看啊 这唐公达 估计是要沦为摆设了 不是国防部那帮官僚脑子进水了 就是老头子犯糊涂了 康大光这次能够成功地晋升 于明阳是使了很大的力 据说老头子 非常地信任军事专家的意见 明明知道不妥 却有大力推荐 楚总 您的意思是 于明阳另有所图 这正是本座忧虑所在 可前提是 于明阳必须要有共党的嫌疑 据我们现在调查情况来看 他似乎没什么反常之处 是 从之前的调查来看 他的确没有什么反常之处 但是你要知道 这次他大力推荐康大光 为什么 他是军事专家 难道他不知道要塞的重要性吗 会不会是私情所致 楚总 您别忘了 于明阳 曾是康大光的学生 问题就在这儿 他是康大光的学生 他自己是军事专家 他完全知道康大光的能力 你说这种时候 他还大力推荐康大光 这难道不让人怀疑吗 楚总 您这样分析 的确有几分道理 可是我们在他身上 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并无斩获 如果于明阳 真的是宫蝶分子的话 我等 不得不佩服他的伪装能力 于明阳这个人呢 真的有很多地方 我都觉得不对劲 对了 最近我听说 他有一位美国女朋友 叫邱曼丽 并且最近他们会有一些 书信的来往 这件事情 你要格外留意一下 楚总 这倒是一个 很好的审查途径 为之马上 以此线做展开调查 不用了 这件事情倒不用 你特别地费心 本座自有安排 你现在眼下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 一定要切断 共党之间的电台联系 让他们的组织和组织之间 完全失去联系 把他们变成笼子 瞎子 这样子逼出洞穴 浮出台面 我们好一网打尽 每次我来 你都忙于公事测量修筑 今儿是怎么了 怎么显得心情不好啊 李某才疏学浅 既然不能对江房设计 指手画脚 那就只好 在这儿看看青山绿水了 好了好了 怪之怪 谭某人为言轻 阻止不了这个荒唐任命 有什么怨气 就冲着我来吧 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早就说过 尾坐在任命要塞司令上 重的是亲书好物 而不是长江防线 和国家的安危 这已经成为现实了 常委老弟 你这句话 未免有些太偏激 尾坐还不至于如此的昏庸 都是那唐安伯搞的鬼 再加上姓渝这小子极力推荐 才终成此等结果 谭司令 你到现在怎么还不清楚呢 党国的佣人之道 从来都不是看你的真才实学 敌位的永远是关系裙带 各种派系的争斗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 越是如此 我们越要努力与之斗争 为了党国的事业 民之福祉 为了彻底消灭共产党 这个最大的敌人 我们要鞠躬尽瘁 死而后移 对不起 谭司令 武艺再高的人 被人捆住手脚 也没法施展 我现在也只能随波逐流 想想我自己的后路 李常伟 疲之不存 毛江覆言 要是党国毁于一旦 还有什么后路可言呢 越是在这个多灾多难之时 我们越要为党国分忧排难 不能为自己的得失 斤斤计较 谭司令 我李某没有您这样高的 如此境界 事不相瞒 我已经写好了辞职报告 请谭司令专程国防部 李常伟 只要我谭公拿赛 休想临阵脱逃 你别忘了 你还是我的作战处长 只要你头顶着青天白日 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局座让我传达 有件重要的任务 要交给你去完成 请局座明示 公爹组织一直对江门要塞 觊觎渗透 我们的天网行动展开 至今随时有斩获 但事关江南防线大局 在战役打响之前 绝不可松懈 天网还要值得密一些 是 另外还有个重要问题 也要格外注意 康大光已被任命为 江门要塞司令官 他与谭司令官 多有不和 我们保密局 千万不能牵扯进去 不然的话 你两边不好做人 是 还有 余明阳呢 也担任了参谋长一职 对他的见识 只能加强 不能告诉你 美慧明白 请局座放心 我会尽快甄别 余明阳的真实身份 消除江房体系 所有的隐患 让局座满意 让委员长满意 好 出座 有人找 张副官 今天怎么有空 登门拜访 陆处长 今天有药物需要协调 还希望您多多配合 哪里的话 同属一个部门 我一定会大力支持的 您先请进吧 是 何光你先出去吧 是 你怎么来了 美慧 我 别叫我美慧 叫我处长 张副官 你知道你的任务 是什么吗 知道 监视于密阳 你明明知道 你的任务所在 还过来 你想故意暴露吗 好了 这次就算了吧 以后要注意 毕竟任务特殊 怎么了 那边的情况 有什么进展吗 都挺正常的 嗯 诸位 江房要塞 一直等待的 新任司令官 康大光 参谋长兼总工程师 于明阳先生 今天复任履新 今天复任履新 我代表江房司令部 向他们表示欢迎和祝贺 同时我也借此机会宣布 江房司令部机要处处长 罗美慧小姐也将履新 大家欢迎 下面有请康大光司令官致辞 各位同僚 我康大光荣马生涯几十年 这当司令官 可是大姑娘上教 头一回啊 我这个人的脾气秉性很直 有什么事放在明面上 尤其是对我老康 有什么意见 欢迎当面提 谁要是在背后使坏捅刀子 那我肯定是直接上门骂娘 我们还要精诚团结 在党国危难之时 要同舟共济 抗击共匪 康兄 依然还是好爽 这就职至词真是别有风采啊 谭司令 我可听说了啊 最近咱们进了几门美国大炮 心事的威力无比啊 什么时候操练操练 让我老康这个粗人 也长点见识啊 康兄果然消气灵通 连我都是在会议之前 才得到的报告啊 谭司令 别有点好东西 老自己捂着藏着 再怎么说 这也是咱们要塞的装备嘛 再说了 这也是咱们以后吃饭的家伙呀 早早晚晚 不是也给我们要塞使吗 康兄 恐怕你要失望了 这火炮虽然到了 培训师却没到 这批火炮 是美国最新研制的 国内谁也不会用 谭司令 你们忘了于先生了 现在得称呼 于参谋长总工程师了 于先生在学校的时候 对军事方面就很有研究 之后出国又在西点军校深造 想必应该是对火炮方面 颇有研究 过奖啊 其实本人专攻的是防御学 对火炮的东西 只是略知一二 于参谋长为何在此这么谦虚呢 是啊 于参谋长 你也太过谦了 这个事你要不懂 那还有谁懂啊 谭司令 美会之前只听说过 美国和德国的火炮 怎么怎么的威猛 可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识过 不知谭司令 可否近日安排我们参观一下火炮 对此 美会真的是非常的好奇 好 既然大家都这么有兴致 那就安排明日吧 这火炮正按说明书进行组装 明天应该可以组装完毕了 请啊 明天就可以见到了 是啊 于参谋长 你这是要去哪啊 这不是开完会了吗 我回去啊 今天是大家夫人履新的好日子 所有人都会在一起庆祝一番 那么早回去干嘛 一块吧 所有人都会去庆祝吗 当然了 那我当然也会去 那好 走吧 请 好 ゆ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此刻的于明辉再也想不出解决方案 他的脑子里空空如也 无论怎样乔装 他都不可能像一个真正的军事专家那样 清晰地讲解火炮的构造 马上要出现在他面前的 不是最先进的美式火炮 而是生命的尽头 是任务彻底失败的结局 各位 这是我们刚刚从美国引进的M-9加农炮 这个炮呢 炮身重达一万三千公斤 虽然很笨重 但机械设计非常巧妙 关于这个炮呢 我们一会儿会有请于参谋长 给大家做具体介绍的 大家可以随便先看一下 于参谋长呢 余参谋长让杯纸转高一声 他说他突然肚子疼 去方便一下 肚子疼 是 就请各位随便看看吧 请 大家请看 看看吧 美国人 真漂亮 是真漂亮 火炮怎么样 喜欢吗 不错不错 这么好的武器 全都给你了 哈哈哈哈哈哈 宁彪 到 让余参谋长快点 大家都等着呢 啊 是 余参谋长 康司令让您赶紧过去 大家不等着呢 啊 让他们等会 我马上就好了 这个炮的爆破范围非常大 射程也很远 司令 余参谋长闹了 对不起各位 实在是不好意思 哎呀 你不来 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这大家伙怎么回事啊 我让技术部门拿着说明书 按图锁记组装起来了 可是这个火炮的威力 还得余参谋长一一讲解呀 行了没啊 你也别谦虚了 这样吧 赶紧跟大伙说都说都吧 好 对不起各位 让你们久等了 哈哈哈哈 余参谋长 那我们大家就吸耳恭听了 好啊 我们国防部的武器 对你们保密局来讲 当然是新鲜事了 你听听也好 各位 这种火炮的学名是 M-9式加冬炮 它是美国当今最先进的攻击型武器 它无论在战术上 还是技术上 都是最先进 美国在30年开始研究 40年开始投入定型生态 各位请看 这种火炮的炮口口径是 155毫米 它的上下腹接面 是-3度到53度之间 穿甲能力是100毫米 炮弹射出之后 所爆炸的范围是30乘以40 还有 大家都知道 火炮最重要的是出速数据 那么这种火炮的出速数据 已经达到了 每秒钟845米 这种火炮的射程非常远 是23000米 所以我们 哦对不起 所以美国人给它起了个外号叫 长城Michael 到底是谁 及时把M9的资料传送给它 于明慧不知道 他现在能做的只有 把这些资料四季应悲 一字不漏地演说出来 我叫娃娃 很好 让我们于参谋长一讲啊 深入浅出 我康某人是茅塞顿开啊 你说这个大家伙 最远射程两万多米 这不就是二十公里啊 可不是嘛 康司令 如果感兴趣 不想试试 我 我行吗 可以啊 康司令请 司令 这个炮呢 分为高低机和左右机 高低机是负责炮筒的上下 左右机是负责左右摇摆 一个人可以完成操作 一个人就可以 对 您试试 我试试 健康 对 这东西 没需要 谢谢 哎哎放彩了 哎呂森部长 呂森部长呂森部长 呂森部长 你愣着干什么快来人呢 呂森部长 呂森部长